第162节 三里不同阴 十里不同族 每一个部族就是一个小的国家 他们祖祖辈辈住在大山水泽间 与世隔绝 自耕自重 自给自足 大唐关中如果说已经是这个时代农业工业最先进的地区的话 那么岭南现在还处在刀羹火种的原始社会时期 长江的丰沛的水量 在这个时代 两湖地区造就了大量的湖泊 几乎可以说是处处水泽 瘴气泥漫于荒野 不要说人不适合在此居住 就连野兽也会选择离开这里 少量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也被那些矮小的野人占据 云叶想要开发岭南 就不得不另辟蹊径 只有发配才会去岭南 好人谁会去那个鬼地方 关中早就人口过剩 土地也经过了千年的耕种 早就贫瘠不堪 大唐的口分田迟早会把关中瓜分干净 魏征是最早提出 一关中之民已冲边塞这一思想的第一人 结果刚提出来就被打倒 还重重的被踩上了一脚 大无谓的魏征 在没有取得哪怕一个人的支持后 只有放弃了这一具有前瞻性的主张 大唐的人口太少 只有不足二百八十万户 其中北方就占据了两百万户 剩下的八十万户 才零零散散的分布在大唐广阔的原野上 那些土王很有意思 不知道从哪里得知 要向中原的皇帝称臣 就会有享用不尽的好处 这其实也是事实 皇帝对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地区 善意的投降 总是格外的优荣 大臣们呢 也会认为这是文质的功劳 远比武力征服更加的荣耀 所谓帝王广布恩德 人天下自有八方来头 这么奇怪的话 虽然不知道兵法里不战而去人之兵 这句话的意思 云叶却知道 在封建王朝 最终决定命运的一定是一场战争 不战而去人之兵 或许是兵家最高的奥义 但是有据可查的成功例子实在太少 朝堂上不会有人同意出兵领难 这么弱智的决策 在耗费大量的钱财和人命之后 收获的只是一大片鬼都不愿意来的荒原 除了心存天下一语的秦始皇 就没有谁愿意为理想打仗了 李安兰做梦都想要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为了能让自己的意志得到最大的体现 他不惜用自己的一切去换取 假如他没有云叶可以威胁 对于猛查 他实在并不排斥 那个让他恐惧到极点的雷雨夜 让他明白自己其实一无所有 只有可以帮助他实现梦想的人 他都不想错过 云叶或许是一个聪明人 却是一个心无大志的聪明人 一心只想着他的书院 宁可窝在玉山养猪 也不肯向朝堂多走一步 这让李安兰极度的失望 他渴望的东西云叶给不了他 自从把事情托付给了云叶 李安兰就彻底轻松了下来 和小铃铛已经开始准备远行的行装 在云叶对地图傻看的时候 唐俭正在发抖 那些土王们正在愤怒的摔打着卧室里 一切可以摔的东西 那些昨日还让他们爱不释手的瓷器 纷纷碎成一地的小碎块 猛茶摇晃着房门 大声嘶吼着要唐俭把搜刮去的乌游草还给自己 淡黄色的汗水湿透了衣衫 幽黑的脸变得疯狂而猙獰 站在院子里的唐俭闭着眼睛 一阵阵的眩晕质感让他几乎站立不住 摇摇晃晃的被鼠官搀扶着坐到屋檐下的一张矮榻上 屋里的怒吼逐渐低沉了下去 变成了一声声哀求 从通义的嘴里唐俭得到信息 和云叶口中描述的别无二致 土王们为了得到无忧草 不惜开出一个又一个让唐俭做梦都不敢想的条件 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这是地狱花 这真是地狱花 只有恶魔才能排育出这么可怕的东西 唐俭的脊背也被汗水浸透 过唐风吹过这遍体生寒 换过了家人 吩咐道 回去找夫人 把家里的明月绝用最好的盒子装好 让膳食亲自送到云家 李叔一定要尽到 无论如何也要请云猴收下 这家人很奇怪呀 明月绝一向是狼君的心头肉 等闲都不与人一关 如今却要恭恭敬敬地送给别人 抬头看看自家狼君 见狼君闭目不语 只好弓了一下身子就赶回家中 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夫人 老家人没有看见他家狼君的围指 一直在颤抖 深吸了一口气 唐俭用木盒装上了一大块鸦片 吩咐鼠官将管义团团围住 一只鸟都不许飞出来 自己坐上马车急匆匆地向皇宫 看着盒子里的鸦片 李二显得不那么吃惊 对唐俭说 爱情多虑了 如果是你们进献给朕的 朕只要头痛风急发作 必然会使用这样神奇的药物 说不得这样的计划就会成功 但是他们找几个土猴子献药 你当朕会让他们如愿以偿吗 瞅着战战兢兢的唐俭 李二温言劝为唐俭 此事乃是百奇思的缺失 与清家无关 清家能在百忙中揭破此事 可见心细如发的评语 用在你身上再适合不过了 有唐俭在 朕无忧以 陛下实在是高看微臣了 此事乃是安兰公主首先揭破 微臣不过坐享其成罢了 请陛下降旨勉励一下公主才是啊 唐俭还是很有信用的 答应云叶的事呢 完成的一丝不够 安兰 首先揭破此事 这怎么可能啊 他九处深宫 如何会识到这东西 连朕都是首次听闻 他如何会得知呢 唐俭 不必替他人表公 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快讲来 哦 使蓝天侯云叶来到红炉寺做客 无意中发现了此物 就告诉了微臣 还用此物要挟 把家臣家里的明月爵给骗走了 最后告诉微臣 这件事是公主发现的 与他无关 假如云叶在这里 一定会活活的掐死唐俭 以泻心头之怒 去你红炉寺做客 恐怕是想掐死猛茶才是真的 朕那个草包女儿会认识这东西 还把功劳随便找一个人就扣在头上 当我大唐的赏赐 是谁都可以冒领的吗 唐青退下 此事交由百奇思处置 你将一干人饭通通交给红成 这些日子 百奇思也太怂懈了 离开太极宫 唐俭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李二耐人寻味的话语 让他刚才不敢有半点的隐瞒 心头对云叶说声抱歉 只是一想起祖传的明月觉 那一丝愧疚立马就被钻心的彤彤 所掩没 作为一个工程师出身的云叶 最喜欢看的就是热火朝天的工地 尤其是云家庄子的建筑队伍 哎 干起活来 有条不紊 最实内看 云家庄户穿着粗布制作的短衣长裤 在工地上不停的忙碌 有的在打井 这是为工地上用水做准备 呃 这些打出来的水呀 有一大半是咸的 不能喝 所以呢 在长安 有甜水井的宅子 价格就比其他的宅子高出一大截 川流而过的那条金水河 在流过半个长安城之后 早就污秽不堪 长安的百姓家里的生活污水 从来都是往河水里一到就了事 弄得半个长安城是臭气熏天 与后世的北京城的龙须沟有的一比 可怕的是呢 居然有许多人还要靠这条臭水沟来洗衣做饭 云叶亲眼看见上游的人啊 在刷马桶 下游呢 就有人在河里洗菜做饭 捂着嘴 回头看云家仆役 早就对主子的心里熟的不能再熟的仆役 鄙视的看一眼在张嘴里洗菜的人家 昂着头对银月说 侯爷 咱家要是也让您喝脏水 小的们那就该背拉出去活活打死 主家们喝的水都是咱家的水车 从城外全眼里每天拉回来的 就是小的们喝的水也是家里的井水 咱家的规矩水不烧开不喝 谁像他们呢 什么水都拿来喝 小的见过他们连驴提子印里的水都敢喝呀 一群脏鬼 现在云家的仆役 有足够的理由来嘲笑曾经的邻居 一年三身的工作服 就是麻布的家庭装束 春有春衫 夏有夏装 冬有皮袄 远不是那一些啊 一套衣服穿几年的 穷家小户可以比拟的 除了规矩多了一些 让人有些不习惯 比如不许喝生水 不许随地吐痰 必须三天洗一回澡 在开始触罚了几个人之后呢 仆役们为了自己的铜钱 不被主家拿回去 慢慢的也就养成了习惯 现在哪怕是多渴 也没有人去喝那些生水 不管多累 也要洗个澡 现在见了那些蓬头垢面的旧香时 都不愿打招呼 怕掉架 这不行啊 怪不得这长安城里的瘟疫 就没有断过 光有历史记录 就足足有十六次之多 云家的庄户 也没有喝生水的习惯 家里不停的 把凉开水送到工地上 每人一个大号的竹筒 装满了 就足够一天饮用的 这些乡下人呢 也开始 对以前需要仰视的城里人 心生鄙夷 云夜留在长安 就是为了等李二的召见 谁知道 这李二似乎把他给忘了 长安城 依然有条不紊的运转 一点没有云夜想象中 关闭九城 举城大锁的意思 不知道李二在玩什么游戏 唐俭的儿子 唐善实 把明月爵给送过了过来 说了一大痛 摸不着头脑的感谢的话 就想匆匆告辞 看他无知的眼睛 云夜就知道 唐俭把忘忧草的事情啊 没有告诉自己的儿子 把明月爵 从咬着牙的唐善实手里 抢过来 仔细观赏 果然不愧明月二姿 虽然只有半轮明月 但玉的质地 的确是一绝 晶莹剔透 似乎有半透明的意思 戴在拇指上 感觉不到一点不是 用来拉弓玄 真是绝好的宝物啊 云夜做了几个 拉弓的动作 对眼睛从来就没有 离开明月爵的唐善实说 放心吧 令尊送我明月爵 还没有和我别爵的意思 只是单纯的感谢 这东西我要送一个人 彻底的和他别爵 唐善实也只有二十岁 被唐家的家学 熏陶的皮厚心黑 明明这东西都送人了 却偏偏拐弯抹角的 询问原因 他老子一向自视甚高 这回被云夜勒索的痛彻心扉 哪里还有好脸色给他看呢 估计啊 在家里被骂的够呛 唐兄你就不要问了 免得唐公发怒 你只需要知道 这枚明月爵是唐公 心甘情愿的给小弟的 如果不是我有用处 我才不会让唐公 捡个大便宜呢 云夜的话说的不清不楚 让唐善实更加的迷惑 但是这木已成舟 又是自己父亲交代的 只好恋恋不舍的离开 原定于三天后举行的 赐婚大典没了消息 李安兰托太子 向云夜道了谢 这是他头一回 有了正常人的反应 不认为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欠他的 为他做什么都理所当然 云夜进不了宫 刚到宫门口 就被皇家侍卫撵了出来 虽然那个长着大胡子的 彪悍侍卫话说的客气 可是拒绝的意思 非常的明显 把云夜进宫的腰牌也收走了 理由竟然是 这东西太沉 怕吧呀 侯爷的腰给闪了 这理由很有意思 云夜解下腰带 顿时感觉轻松了一大截 对侍卫挥挥手 走得潇洒无比 如果有可能 他一辈子都不想再进皇宫 这回把腰牌收走 郑重云夜吓怀 他开始一头扎在 化兴坊的工地上 皇宫的建设 他再也没有资格过问 就连公书牧 邀请他去参观 大殿模型 云夜都笑着拒绝了 云侯 我公书家不是建峰使舵之辈 这次我公书家能够大显身手 全赖云侯所思 我一门上下铭记于心 建宫殿 也只是建建宫殿就是的 老夫最在意的 不是在地上建一座宫殿 而是想在人心上建一座万事之殿 大殿完成之日 就是公书家全部回归书院之时 老公书不知从哪里听到了些对云家不利的消息 已经很晚了 特意用大将的身份让武侯送他来到云家 慷慨激昂的说了一大通类似表忠心的话 公书先生 你想错了 你全家辛辛苦苦的盖宫殿将来该有官职 该有的赏赐都是你家应得的 你就风风光光的接受 书院不但是我的 也是你的 更是书院全体同仁的 让书院能够永存下去 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添砖加瓦 我从不怀疑公书家的真诚 你只管去干你该干的事 不用考虑我的心情 如果用大殿来做人质 向皇家要求些什么 那不是云野的作风 万民殿本就该由你公书家来建成 这座宫殿是长安百姓希望之所系 我不希望他沾眼一星半点的全谋 公书木笑了起来 苍老的脸上居然孵出一股孩子般的天真之意 拍拍云野的肩膀 然后卷起拿来的图纸 夹在胳膊下边 哼着一手不知哪个地方的无名小调踩着欢快的脚步离开了云家 云野的腰牌被收回 似乎表示皇家对云野的宠信也到此为止 同仇敌开者有之 落井下石者有之 那最多的呢 却是站在城楼观风景的人 从草原归来 长安的风雨就没有停止过 蓝散的云野被迫参与到风雨之中 李二喜欢战斗 云野却讨厌战斗 不管是何种战斗 他都不喜欢 给李安兰求情 或许会触怒李二 现在正是草原各族为他上天可汗封号的关键时刻 李二不喜欢意外 为了风平浪静的度过这段重要时期 他选择把云野这个不安定的因素 年代远远的 好让他心平气和的享受自己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李安兰的婚礼没有如期举行 这是李二给云野的交代 再用收回腰牌的举动来告诉云野 你该回书院去了 用不着你插手皇家的事情 云野准备离开 就在他最后一遍去星画坊视察工地的时候 云家的庄护们清理废墟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密室 再老庄再三的检查过后 云野进入密室 密室里布满了铜管 似乎是用来窃听的 让庄护们沿着铜管一路挖开 云野才发现 这是专门用来监视自家人言谈的一个工具 比较奇怪的是呢 密室墙上有被人抓挠的痕迹 是用手抓的 五道指印很清晰 上面还有血痕